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和你們分享 我的義大利戰利瓶 沒錯 這是我前一陣子去義大利玩 然後就是在那裡的購物的一些 戰利瓶 雖然隔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一直很想跟你們分享 但是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所以今天我終於打起精神 來拍這個影片來和你們 分享我到底又亂買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分享到底我又買了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從小樣的開始 第一樣就是這個 這個手機殼是不是超可愛的 這就是Chiara Franny的手機殼 就是前陣子超級紅的 然後我那時候在Vlog 就一直想要上網 一直想要上網買 但是都買不到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在上網買 就是一直缺貨的狀態 然後我就是在義大利米蘭的店 然後找到這個手機殼 我就二話不說直接購入 那這個手機殼它 它是35歐 我覺得就是還可以 就是比起 比起那些什麼Gucci啊 LV的手機殼 價錢親民非常的多 對然後 大家眼手機殼就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拍照的時候很可愛 對然後它就是 因為我最傳的顏色就是粉紅色 然後它就這樣 bling bling的 是不是超可愛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個缺點 就是它的亮片會一直掉 所以呢 我就是這個手機殼在 意大利用那幾天 然後回來Vlog之後 我就把 回來Vlog之後 我就沒有再用這個手機殼 我就是當做一個收藏 因為我怕 就是我用了 我每天用那個亮片都會要掉光了 畢竟這個35歐還是 不太 呃 比起一般的手機殼 也不是很便宜 所以我也不想要 就是讓它 很快就 壞掉了 所以我就 一直 放在 我的抽屜裡 當做收藏 然後平常的話 就是用一般的 呃 塑膠的手機殼 就不用單 就用的時候比較 不會那麼行動 就每次看到那個手 又有亮片 整個就 受不了 對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個 就是這一個 我的 第一個Louis Vuitton的一個收藏 然後 這個是Patrick買給我的禮物 因為那時候是情人節嘛 那 就是我回來有一陣子了 所以我這些 呃 戰利品其實都已經用過了 我只是 但我都會把它 盒子啊 袋子放得很好 所以呢 裡面這個盒子是空的 實體在 這邊 這是一個 呃 放鑰匙的 一個 包包 對 我覺得這個非常方便 呃 因為我是 因為我就是還蠻 呃 愛惜我的 包包們 對 然後之前我都沒有用這個 就是那個 鑰匙們就會 裸著 在我的包包裡 然後他們就會刮我的錢包啊 還有包包內部的東西 然後就是 呃 我不太喜歡 然後我想要買這個 呃 鑰匙包 很久了 好 等一下 因為我現在有點感 我現在的感冒 對 還有最近的天氣變了 然後我的感冒就是一直都沒有好 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反冒好幾個禮拜了 對 所以你們現在聽我講話 鼻音 非常重 好 那就是這個 手機 呃 不是不是不是 鑰匙包 我這個 我推 呃 這個鑰匙包 我非常推薦 給你們看 我是買六孔的 呃 它有四孔 但是 四孔就是它的 因為四孔又會比較小嘛 所以又不佔 不太佔寶寶空間 但是六孔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 它這邊可以再放一些卡 就譬如說 我今天想要出去對面超市買個東西 然後就是把我的 呃 debit card放在這裡 這一層 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你也不用 再帶另外一個錢包 對 你就是鑰匙 然後重要的 呃 卡你就可以直接帶在身上 非常的方便 對 然後 它就是 會把你的鑰匙都包住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很放心的 因為它不 那些鑰匙們 不會再去關 你包包內部的一些東西了 然後 它這個就是長的 就是很經典的 呃 Luvie Tune Logo 而且 它這個很耐刮 完全不用擔心 呃 會有刮痕啊什麼的 因為 就是他們有名的這個 帆布就是很耐用 對 然後有帆水 對 所以基本上就是 也不用擔心 它會變形之類的 因為我已經用了 從義大利回來 到現在兩個月 我就是每天用 然後 它也沒有任何的刮痕 只是 只是這個金屬扣會 就是 還是會 可能你要小心一點 還是會有一些刮痕 像我的 已經有刮痕了 很輕 對 那我覺得這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 就是像我一樣 有 那個強迫症 一定要讓 不想要讓你的鑰匙 在包包裡面刮啊 一些皮包啊 或者是其他 就是還蠻重要的皮件 或者是包包內部的那個 內層 的話 就是有這個強迫症的人 我還蠻建議去買這個 呃 就是key hoarder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然後我買這個價錢是170歐 再來 好 我們要來 跳到比較 大一點點的 呃 商品了 就是這個 Gucci 來看我 買了什麼 這 嗯 這樣商品其實我不是在義大利買的 我是在布拉格購買的 但是 呃 因為就是 我在義大利買的時候它有瑕疵 所以我就把它 帶到義大利也不去換 因為他們是全球 就是 如果商品有瑕疵 你是可以全球在 他們的店面 跟 跟換的 就是憑發票還有商品 盒 盒子我不知道選不選 就是憑發票還有商品 好 看看這個盒子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就是 噔噔 呃 呃 Gucci的小白鞋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很有名 大家應該也知道 就是 我是買 呃 比較 經典款吧 就是小蜜蜂 球鞋 呃 Gucci的A Sneaker 呃 前陣子也非常的 非常的 火 對 因為它就是 呃 還蠻復古的 但是 雖然是小白鞋 但是又不那麼無聊 它就是有這個 呃 小蜜蜂在上面 然後有 Gucci經典的 紅綠的條紋 的 配色 對 然後後面還有 給你們看 後面就是非常有特色 就是 紅綠的 那個 配色 就是還蠻獨特的 對 然後就是亮亮的 然後 呃 我穿這雙鞋 我覺得它還蠻好搭配的 呃 就譬如說你休閒 或者是 你穿牛仔褲啊 或者是配 就是很休閒的打扮 就可以了 就是不會很難搭配 像我在義大利 就是還蠻常 穿這雙鞋的 因為就是要 走路嘛 如果旅行要走很多路的話 我就會穿球鞋 那這雙鞋就是 還蠻好走路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 我已經有分享過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過 我分享的那個 Chanel包包 你們就知道我 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在義大利 就已經拍了這個 影片 就是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 還蠻受大家熱烈的回應 因為 畢竟就是 小箱就是 大部分女生夢想擁有的 一個品牌 對 就是一輩子 一定要有一個 小箱包 就是 這一顆 mini rectangular的 包包 然後是荔枝皮的 我覺得它這個 非常好搭配 你不管是 譬如說你要去逛街 或者是要去吃飯 參加一些宴會 什麼的 這個就是 很基本的 你 你穿小禮服啊 或者是比較 淑女風 或者是休閒風的時候 你都可以搭這個 然後 你只要一 背上這個包包 就整個 整個 整個 outfit就是會 有個亮點 然後會 加分很多 我覺得會整個變得很有 氣質 然後很 時尚的感覺 對 然後它這個是 嗯 它這個是比較特別 它不是很 它是金的 顏色 但是不是很金喔 它是就是 銀金銀金 就是介於中間的那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 嗯 非常好看 不會太 不會太強 你們懂我意思嗎 好 再來 最後一個東西了 我今天就是 非常快速的分享 我的戰利品 再來 重頭戲 看一看 我在 YS有買了什麼東西 嗯 這一個包 我其實在去義大利之前 沒有計劃要購買 我其實去義大利 就是有 一個目的就是要找小的後背包 嗯 一個是 Lou Vuitton的 嗯 Porn Sprint Mini Backpack 我覺得那個包超好看的 但是我 就是在米蘭 我跑了米蘭 羅馬 威尼斯 的LV 沒有一間店有 然後店員都跟我說 它不再生產了 然後我就整個傻眼 然後呢 還有就是 考慮另外一款 Backpack 是 Chanel的Gabriel Backpack 我覺得那個也非常的 好看優雅 但是我也是找遍 各間Chanel都沒有看到 只有就是 有 有後背包 但是不是我想的顏色 因為我想要 藍色或者是黑色 就是經典款 但是就是那些 新款太多人要了 然後就是可能一進店 就被買走了 然後 一直呈現沒有貨的狀態 所以 呃就是你們剛剛看我的Chanel 我就是買了這一個 這一顆 那 所以 呃 這一個 這一袋其實 算有點意外 就是沒有在我的 購入清單裡面 但是 我買了我也 非常的喜歡 沒有後悔 這是我在 米蘭的 Saint Laurent買的 那我們一起來開箱 看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我要揭曉囉 我跟你說 我這個 我這個包已經買了一兩個月了 然後我沒有讓它在 Instagram露臉過 我整個保密得非常好 就是為了這一支影片 我就是要留到這支影片 和你們分享 我才要大肆的放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那我要來揭曉囉 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 YSL的學院包 是不是超漂亮的 呃 我覺得這個包 呃 我非常的喜歡 先說它的容量 就已經很大 大於我 任何其他的 收藏包包 我買的是Medium Size 然後它的包包容量 可以裝很多東西 我自從 呃 從義大利回來之後 我就一直背這個包包 因為就是它可以裝的東西 就是很多 然後很方便 然後也可以放下我的 大錢包 就是不用再只是拿一個 卡夾了 這個包也非常好做搭配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裡面有這個 呃 有一個夾層 然後裡面的拉鈴可以打開 放一些 呃 重要的東西啊 然後還有這兩個 這一個就是 比較大可以放 比較多東西 然後這一層的話 你可能可以放你的筆記本啊 或者是 呃 一些小東西之類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層是 可以放卡或者是 呃 或者是鈔票 然後它後面是長這樣子 又有一個夾層 我都會 通常這個夾層 我都會放我的手機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 呃 非常更好 我的是iPhone7 Plus 就是 可以很 很完整的放進去 也不會跑出來 非常的方便 因為有時候像你出門的話 你手機就是會拿著嘛 那你不需要用的時候 你就直接放到這個夾層就好了 對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款包 這款包是 那時候 我們去 呃 我們去米蘭的Saint Lauren 逛的時候 我就四杯 然後Patrick就說 欸這包包很好看 而且很適合你 因為我就是比較走 學生風嘛 我還是比較喜歡就是 休閒 學 學 學月風一點 因為我還不是那種 很 很淑女的感覺 就是 所以我覺得 呃 他說 所以他覺得這款包 非常適合我的氣質 我選的是這個 這個鏈子 它有黑鏈 然後 但是店員跟我說 店員跟我說就是 黑鏈的 他看起來的 嗯 質感沒那麼好 就感覺很像塑膠 跟這個比起來的話 他推薦我這個 然後 我就試杯的時候 我也覺得就是這款比較好看 然後呢 對 就是這樣子 那這款包 我購入是 這款包包 我在義大利買的時候 是 1790歐元 嗯 就是沒有 價格沒有那麼便宜 但是我覺得 他的實用性很高 因為 畢竟他可以放的東西很多 呃 我下次會來再做一個 針對這個包包做一個 review的影片 就是 可以和你們再分享 更詳細的 呃 就是功能啊 實用性 對 但是今天這個影片我就是想說 和你們簡短的介紹 我到底 買了一些什麼東西 包包就是 也是 前陣子很紅的 然後就是他們的 呃 YSL經典的包款 你不覺得這款包就是很有個性的感覺嗎 就他的 他是這 然後這個是羊皮的 還有一個優 非常大的優點是 他很不容易被刮傷 就是其實 因為我不是一個那麼小心的人 他其實有不小心被我用指甲刮 或者是有一些尖銳的東西刮到 但是他都好髮無傷 非常的 堅固的一個包包 對 所以我非常的推薦這一款給 一些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小心的人使用 因為 他這個 不太 呃他這個非常的 我覺得還蠻耐刮 你只要不要太大力去 損他 毀損他 呃 故意的用一些尖銳的東西去 去 刮他的話 其實他可以 他還蠻耐刮的 我覺得 非常好用 然後 他這個尖帶可以拆下來 對 好 那今天就是我的 義大利戰利品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那 如果你有 呃 對 我一些任何的 就是我這次購入的商品有什麼 任何的意見想要和我分享的話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然後你們也可以和我說 有沒有想要看 呃 哪一個商品的一些 更深入的review 我也會就是和你們分享 對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喔對 記得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 好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